上周六韩国于台中拜庙行程 其中有一战吴七号天宫 是由网红蔡农林嘉兴主持 当时连延青标父子都特别介绍给大家认识 原来国民党为了迎战台中海线立委 也就是立法院的副院长蔡其昌 决定要派出骑兵出击 对此蔡其昌的阵影只说 不管对手派谁 他们都没有评论只有祝福 只是林嘉兴她拥有网络的声量 但是在台中海线 现在知名度还有待打开 韩国于在吴七号天宫造势 主持人是来自云林的网红蔡农林嘉兴 严宽恒特别把他拉到舞台中央介绍 还有我们的超强农民林嘉兴 女子慎重原来林嘉兴 不只是一场活动的主持 还有一到台中参选 他请命上阵大恩西引南第一站 要挑战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 嘉兴肯战院战也敢战 所以我愿意为韩家兴打下 他已经在9月9号签户籍准备参选立委 他说是韩家军 还有台中的势力支持积极请战 谁来挑战蔡其昌真的是林嘉兴吗 之前国民党也传出 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签了户籍 要来台中市第一选区参选 后来张显耀说家庭因素 无法代表国民党出征 现在变成了网红农民林嘉兴 对于国民党空降人选挑战未免者 蔡其昌表示无论国民党空降谁 他没有评论只有祝福 空降网红蔡农网路声量 能化为选票支持吗 国民党台中市党部表示 不排除征召林嘉兴参选 不过目前张显耀也在排除灌难 要投入选战还会放弃 到底谁出现 下星期会有进一步的答案 TBS新闻蔡宗林无数评台中云林报道 林嘉兴挑战这区真的是非常困难 可是我记得他之前跟我们联系人说 他要占吴英宁啊 没有他是说如果有这个需要 他愿意占 可是现在是台中需要他 所以他不确占 那这个我们直接来问他 好 视讯连线林嘉兴 嗨嘉兴你上线了 嘉兴你好 嗨 最正跟最帅的主持人 大家好 嘉兴你最近也变帅了 对我觉得你最近头发都有摔动 原来是有用意 拍宣传照吗 自己的形象还要照顾一下 说嘉兴最近也没外界传的 和寒一根了啦 吃槟榔也不吃了啦 我人生我的快乐 真心的洗心革面了是吗 我来这里也要照顾一下啦 然后根据网友 报告嘉兴已经投入 台中第一选区 选择了 我正式已经获得国民党 这些地方党部的支持了 只剩下中常会召开 整朝嘉兴了 所以 这个新地方应该可以处理了吧 对不对 应该要下个礼拜 可能要下个礼拜 因为他从地方送到中央 嘉兴我想请教一件事情 就是这一区里面 蔡其昌在上一次选举 他拿到了六成 那他的行政资源又很多 嘉兴 这个要不要碰一下 嘉兴那这样子 他的实力你会不会担心 当然刹基军委员在地方的经营 跟他长期的人脉 我们不能否认他的实力 确实实的很好 但是嘉兴有自信 凭借着基层的声音 跟基层的声浪 能让我有机会问顶 这一届台中第一选区立委 嘉兴肯赞愿赞 因为帮韩国市长打下这一战 所以你看到民进党的策略 今天已经在攻击嘉兴一年之前 为了我的小狗 喝着海尼跟那一口的那个画面 呃 蔡其昌委员他们说的很好听 他挑战这几根本不在意对手是谁 可是你明显发现 现在侧应也要开始说对啊 就是他们紧张的 而且越紧张越好 因为接下来战嘉兴越大越好 嘉兴要选立委之后插播变多了 对真的我有发现 我特别讲一下好了 嘉兴其实刚刚讲的是 他一宣布他可能要选这个消息一出来 网路上这打马汉 这样马上就贴了他以前 跟狗互动啊 他抽烟 然后这个拿着啤酒叫这个狗 就好像要喝 我看是假动作啦 因为没有真的喝 就马上拿这个影片说 这个人要去选立委 可是嘉兴跟狗互动的其他影片我看过 如果狗真的怕这个人的时候 其实你牵他 那个狗是一直要讨一直要讨 可是狗被嘉兴牵着的时候 是尾巴一直咬着很开心啊 哦 所以 正常来说是他牵我 不是我牵他要走 对啦 哈哈哈哈 只要拉着我跑 因为他长期都在我们到广场里面分跑啦 他没有被绑住啦 嗯 所以你放开他 他一定会不受控 一定要拉着他啦 一定要绑电子啦 所以我认为啦 民进党我们要朝正确的议题 正面的议题啦 正面对决啦 这是我对决 不算用奇怪怪的 像我这一件疑惑来说啦 嗯 嗯 嘉兴那你现在会不会有点担心 除了说这个人很有实力 而且他们可能对你会铺天盖地 因为你有别具有意义 你是标准的韩家军 你怎么看 嘉兴不恐惧不怕 因为我们一无所有 那就是在 既然战场给我的 我就选择投入 有人说嘉兴是怕灰啦 嘉兴一句话啦 就算当初怕灰 我的灰镜也要撒在台中第一圈 为韩市长开路 这个战场嘉兴要了 而且接受了 无理由再去战 嘉兴我们现在要先进一段 整点的广告 请您在线上稍微等我们一下 等一下四点钟我们马上回来 嘉兴我想请教一件事情 为什么你选择 因为之前你不是说吴英灵 你很想占他吗 可是现在却传出来 是在台中这一个选区 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姻缘 让你最后选择在台中 蔡其昌这个地方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地方是非常艰困 之前传出原本是 这个另外一位候选人要过来 可是好像因为有家 也就是张显耀啦 可能好像要征召张显耀 可是最后好像是因为 他家庭的因素 好像听说是他太太反对啦 所以最后这一区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转折 变成是你来挑战这一区呢 这个选区本来是张显耀 他的今天的插播真的很多 佳新可能今天太忙了啦 因为今天太多他的讯息 而且抹黑的讯息也很多 那我们换一个方式 用打电话的方式 因为其实真的是真的 是刚刚前一个小时而已 就是打马汉将已经开始出现 抹黑他的影片了 那可能会拿很多他以前的 这一些直播画面什么 可是来攻击他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可能就已经 很多人打电话问他这一些事情 我们现在用一个方式 我们刚刚打电话的过程当中 要不要先解释一下第一选区 为什么很困难 其实昨天很多人第一时间听到 在这个跑行程的过程当中 在无期的浩天宫晚会的时候 言行彪负责还特别力挺他 那很多人就想说 怎么会特别介绍他 怎么会莫名其妙 言行彪这个最有分量的言行彪 不管体型或者是他人 最有分量的言行彪 就说要让你年轻的来拼一下 那我们现在电话连线到林佳新 佳新你好 嗨 借款料都不好意思 而且上线料不好 现在上好多的没关系 佳新我请教一下 就是大家比较 要压抑的是 因为你之前心心念念 你想要挑战的是吴英明 那你现在怎么阴错阳差 最后选择台中 因为台中原本听说是张显耀 好像听说是家里反对 所以张显耀后来没有 那你们是因为讨论来讨论去 没有人 所以问你 你就说好你要来站 那个过程是怎么样 我跟各位报告 我去反料中 半个月前 我在外国 这些老朋友好朋友 已经有劝劲声 因为张显耀先生 却不确定参选 国人太简单倒是共 而地方也没有所谓地方人士 有意愿加入这一战 所以嘉欣当初受到宣禁 我是听说暗下 因为地方有地方的 所谓的地方人士 朗澳一彎 给大家谈选 到韩国瑜市长 进入 所谓的我们的 五七大甲台中 拜庙行程 我才当面跟 我们的地方党部主委 报告说 要是没人站 嘉欣肯站 一定站 所以地方主委 就跟地方协调 还有我们党部协调 我在当天 也跟韩市长跟贾芬姐 报告 嘉欣肯站的决心 所以今天已经跟 地方党部主委 已经有接洽 应该会尽数提名 申到嘉欣出来 参选 所以这个柜庭 可以说 曲折离题 嘉欣也不想参政 因为参政 就难免会被黑 会被攻击 可是我觉得 我心是够了 我心是够了 因为一路上 被一四五零 甚至农委会政府打压 所以毅然居然就投入这一战 他也受到很多 我们传统农会派系 跟地方成员的支持 我也感谢 特别感谢 袁清彪委员 跟我们张欣肯一党 他红黑两派 已经吉利 鼓励嘉欣出来当选 所以我一个无包 我今天没有包袱 无所求 我到台中 就为了农民 为了基层 一搏看看 嘉欣那外界认为说 你是最正统的韩家军 包括你是五虎将之一 甚至是 有人家说是五虎将之首 那你代表最正统的韩家军 来参选监困选区 你觉得他在政治上 有哪一些层次的意思 包括尤其蔡其昌 是民进党的新潮流 你觉得在政治上 他代表什么样的意涵 谁行就说我要先曾经 跟外界曾经 所谓的五虎将 其实没有嘉欣 嘉欣一直都以韩家人自居 所以默默在背后 做一些对的事 应该的事 所以大家都会把嘉欣归类 在五虎将当中 而要做的问题很棒很好 你面对的是 立法院副院长 蔡其昌委员 他是新潮流第一把交易 嘉欣面对他只有无所谓 无所拒 教育的概念 而嘉欣代表的 的确是外界讲得很清楚 嘉欣是韩家的议员 韩家人如果不敢站 叫谁站 当然我姐夫韩国 已经政治参选 中华民国2020总统 嘉欣更意义不容辞 没什么理由抗拒 所以这一站 我就选择在台中第一选区 虽然大家觉得很荒谬 一个蔡隆 你凭什么理由去挑战 蔡其昌副院长 我讲得很坦白 我今天有跟很多朋友 讲得很坦白 因为我敢站 只要大家认为我是炒灰 我跟义无百故站给大家看 这叫韩家的气魄 韩家军的气势 就是这样 温嘎嘞肯站 韩国伟当时去高雄 也没人问津 无人问 他都可以成功 嘉欣凭什么不许 我不求成功 但是我为韩家打这一仗 我要逆战到底 嘉欣我最后一个问题 要请教你 其实国民党过去常年来的传统战法 就是假设遇到真的很艰困的选区的时候 那我就干脆不战了 就是算了 就免得也有一点点就是在消耗资源 但这一次我们看到除了你之外 可能像大千委员 莉娜甚至现在连这个林国庆都跳出来了 对就是 好像最标准的红秀柱 对红秀柱 诶怎么这一次感觉国民党很多人有意愿 像你一样去挑战所谓的艰困选区 你觉得也都是受到韩国瑜的激励吗 好解放 其他人是看不下去 这些年民进党搞得一塌糊涂 自己临不了心 所以红秀柱委员他投入那一场选战 的确是艰困选区 而家军在这一选区既然国民党没有人提名 我身为寒假议员就只能赞 我不会顾虑太多 不用瞧瞧这 只要人民需要既然主要 寒假军就要适时赞出来 而这是好事 国民党有可能赞赞赞之人出现 进而会促进民进党良性的竞争 这是好代理 算计是要这样 政党政治之下 两党的进步都是人民的乞计 所以家军依然居然投入了国民党党籍 接受国民党征召 没什么可惧 没什么可怕 包括国庆委员 包括红秀书委员丽娜 都很棒很出色 感赞都在兼奋选区 我们大家最会支持 拚败败败败 我再补充一个问题 就是以得票的话 上一次的这个2016年立委选举 言轻蔡其昌是六成 他的对手 说真的 上一次跟上上一次的对手 还真是不熟 颜秋月跟陈天旺 我不是说对他们不好意思 而是说真的跟蔡其昌比起来 他就比较缺乏全国的知名度 那光是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林嘉欣就有言论他 至少林嘉欣有全国的知名度 嘉欣 你如何告诉大家说 你的选票会比这37% 43%还要更多 另外在这个选区里面 大家认为他是所谓标准的农业区 那是不是这方面 你可以发挥你的专长 借凡要说讲的很好 你们都查得很清楚 因为这两区都是传统地方要巧 实地不错 可是长期受制新潮流 他们的卧选事项 所以表现的或许差强人意 但家境有个大优点 一无所求 我是农民 在农业区我肯为农民打拼 为渔民打拼 有这些罗传给朋友打拼 你们的声音我懂 你们不用讲 我会了解你们的苦 这就是嘉欣而易的本权 我会倾听 尽力去倾听台中第一选区 每一个角落 每个人的狭音 如果有机会 嘉欣就倾听 就算嘉欣失败了 我也会上报给韩国总统 了解说 这些地方是一场主要的 而不是像民进党 道貌暗然 一派君子样子 大家都说了前后 蔡西方委员说 他挑战的事 可是第一时间 嘉欣已经确定了 彻翼就来攻击了 没关系 嘉欣都会挺住 好 嘉欣来加油咯 这一切靠大家帮忙 谢谢大家 谢谢嘉欣 好 嘉欣拜拜 可能真的要保重 这一区真的可能会战火炮裂 但是林嘉欣害我们 又要多忙一点了 因为又多了一个 全国关注的选区 又到了一个重头戏 本来这四个 又要再加 对啊 其实延青标那个时候有讲说 要帮他特别介绍 林嘉欣他有讲说 他身为寒家军义无反顾 可是其实我跟你讲 我打听到的 这个标准的寒家军 林嘉欣只是第一炮 这一些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不是标准的寒家军 像大千本来就要选 莉娜本来就要选 但是大千还是有投入监困选区 莉娜也是投入监困选区 可是像这个嘉欣这样的勘展的 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讲的五虎将 嘉欣说他不是五虎将里面 五虎将里面还有一个人 他也打算要投入立委选举 你觉得是谁 信任阁吗 听说还有还有一个 可是现在都要再评估 但是他们认为这些人 都已经有全国性的知名度 那既然是要投入监困选区的话 那就他们去 因为他们有一点代表韩国瑜的分身 然后其次的是 韩国瑜我觉得他跟国民党不一样 以前国民党都会认为说 好像这个国王的人马 就是专门空降到 比如说什么大安区 就染影优势的地方 常常这些地方 国民党的候选人都会筛爆 挤爆 可是现在呢 韩国瑜希望带动一个风潮 我自己的人马到艰困的选区去 他希望带动这样一个风气 那相对于民进党 民进党现在常常把一些艰困的选区 丢给谁呢 丢给时代力量 再不然就是新秀 那真的小英的人马 就小英从以前拉白到大 可能现在都是在 他们相对比较温柔的地方 温柔香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对比 国民党现在的文化 慢慢会有一点不一样 至少他们赶赞 然后民进党越来越像 呃呃呃吗 但是他们也有新秀 所以这个比较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他们的发言人李问 说跑去赞妈祖 而且他很认真 每个礼拜都还岛 所以我觉得也许 两边在这个找选将 党内的选举文化 都慢慢的有改变 时代不同了 政党要有点改变 可是你刚刚提到就是这些人 有些本来叫选立委 但林国庆应该是后来才做决定 而且他去占陈明文 这会不会太过艰困 可是感觉好像有点他们私人 而且他相对其他人 五五将还有包括林嘉欣来讲 他的韩系人嘛 对他韩系的协同没有那么 比例没有那么高 那最标准的就是注注节 这个真的注注节 精神赶召 真的 就是这一批艰困选区的 这个精神领袖 所以接下来 未来这几个礼拜 就会有更多的 亮点人物 亮点人物出来吗 那这样子我们的 全国性关注的焦点就越来越多 可能从三区四区 可能变十几区 我们可能要扩边 不是啦 再多两个界盘跟两个要求 对对对 新闻越来越热 讯息越来越多 用你听的懂的话 说给你听 新闻大白话 周一到周五下午三点到六点 TVBS56台Live直播 TVBS56台Live直播